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中国汉语的能力考试 HSK5级考试的试题的一部分 今天讲的一个题是阅读部分的 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选项 也就是说给你一段话 你先自己读一遍 明白了以后有A B C D 四个选项 让你选一个和这个话意思一样的选项 我们来试着做一下 大概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母系社会 距离现在五千年,也就是很久以前了 查,这个的主语是查 就被中国人发现和利用了 查被利用了 很早以前,查就被发现和利用了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此后就是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 查一直被当作要服用 好,被当作,这个重要的 查被当作要服用 后来,以后 由于人们种植的查越来越多 由于因为的意思 因为人们种植的查越来越多 同时发现了查具有让人头脑清醒的功能 发现了查具有让人头脑清醒的功能 也就是说 后来才发现了查有这个功能 以前并不知道 制查和饮查才逐渐流行起来 逐渐就是渐渐流行起来 越来越流行的意思 好的,那么我们把这段读完以后 我们看看A,B,C,D四个选项 A,查是一种药 B,中国种茶的不多 C,很长一段时间 茶被人们当药用 D,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 茶的提神的作用 好,我们先来看A,茶是一种药 茶是不是一种药呢? 我们再来看B,中国种茶的不多 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 然后,茶是很多人都在种茶 C,很长一段时间茶被人们当药用 茶一直被当作药用 C和文章的内容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就来看了 茶被人们当药用 A是茶是一种药 那么A当然就错了 因为是被人们当药用 被什么什么当什么什么的意思的时候 它并不是这个 并不是这个 只是当作药来用 所以A错了 B错了 C对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D 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茶的提神功能 茶具有让人头脑清醒的功能 这句话没问题 但是很早以前 我们看看 它是后来发现了茶 具有让人头脑清醒的功能 并不是很早以前 而是后来才发现的 所以D也错了 这个正确选项应该是C 这个大概就是HSK考试的一道题的内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看HSK考试的内容 好的 今天的内容你明白了吗 好吗 好吗